目前正值美韓結盟70週年 同時也是過去十多年來 韓國領導人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 美韓領導人在白宮就北朝鮮 晶片院貿易以及烏克蘭戰爭等問題舉行會談 在聯合新聞發布會上 韓國總統尹錫悅就宣布 他與拜登已經就加強韓國的防禦措施 以應對北朝鮮的威脅達成共識 面對北朝鮮日益增長的導彈和核武儲備 美國承諾會與韓國更深入地分享 與北朝鮮有關的核計劃訊息 同時韓國也再次承諾停止核武器計劃 韓國總統尹錫悅表示 兩國已經同意在北朝鮮發生核攻擊時 立即進行雙方總統磋商 並且承諾使用包括美國核武器在內的 美韓聯盟的全部力量 迅速、壓倒性和果斷地作出反應 至於美國總統拜登就再次重申 美國可以與北朝鮮就著核計劃和導彈計劃進行外交談判 同時希望通過加強對於北朝鮮延伸威脅執行力的方案 向美國盟友以及夥伴展示美國的協助防衛承諾 以及強調美國壓制北朝鮮核行動的承諾 而拜登又警告北朝鮮 無論是對美國或美國的盟友或夥伴的核攻擊都是不可接受 無論是哪個政權採取這種行動都會導致他的終結 此外兩位領導人還就著網絡安全、電動汽車與電池、量子技術 對外援助以及經濟投資等問題達成了協議